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念 小念 夫君 我在呢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好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喜欢你觉得我多漂亮啊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小念 小念 怎么了 小念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对不起我夫君 我骗了她 你骗她什么了 我骗她说我不认重力 可是我真的 她好喜欢 好喜欢喝酒 我 我都不知道 那我是更喜欢喝酒 还是更喜欢我夫君 这个真的太难耍了 怎么办 真喜欢 原来你喜欢喝酒啊 你小声点 不要让我夫君 听到我会喝酒 不然 那会讨厌我的 知道吗 夫君 他别 Avatar 哦 什么都没有 我舀啊 啊 什么都没有 他干嘛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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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acho管 难道是我不认证令 一滴不少 那个 顾 顾夜 顾夜什么时候起来 应当是晨时 他让我看你醒了没 在郎亭等你吃饭呢 赶紧给您帮我梳妆打扮一下 快快快 那边是梳妆台 对对对 快快快快 快过来吃饭吧 福建 那个 昨天 有没有 饭 饭 耍酒疯 你发现了 宝儿竟然会酿酒 这桂花酿 真是不错 我 骗了你 你不生气啊 以后不论你心情好坏 还是纯粹想喝 记得告诉我 我陪你一起 不可以像昨天那样 偷偷摸摸或成那个样子 那昨天完全是个意外 你 我会把我给你打过 我会把我交给你 我给你打过 我会把我交给你 你拿过来 我会有关系 我以后 你不想给你 我会把你这样子 感谢观看 谁啊 谁啊 宝儿姑娘 我是隔壁药铺的掌柜 最近城中多有风寒 我给你送了些药和琵琶糕过来 你记得吃啊 文公子 是你 他的尽管 等等 宝儿姑娘 我们才第二次见面 这实在是 我先走了 王公子 我是想 没错 还是热有药香味 他摸我一次 又想吻我一次 什么意思 你与其在这浪费药材 不如去问宝儿 他是什么意思 大人 你怎么知道是 宝儿姑娘 你三天两头跑去成衣铺 除了他还有谁 你若是真忠义宝儿 我替你问问小念 促成这种姻缘 大人 这可不行 我还在寺里大展宏图呢 还不能成亲 况且 若是成亲了 就得跟您一样 试试蒙骗嫂夫人 我可不想做个骗子 我瞒着小念是因为 我与你阿爹是旧友 他为金维斯做了一辈子贡献 是我敬佩的人 他临终之前 托我照顾好你 他最牵挂的人也是 比起在金维斯大展宏图 他把药材铺留给你 更希望你 能够早日成家 过安稳的生活 我若是你 定然选择与心爱之人 过简单平凡的日子 大人 我不明白 你为何 不辞去金维斯的执落 跟嫂夫人 过简单平凡的日子 你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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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看看风筝吧 阿沈 这风筝断了线会如何 这线 拽在放风筝的人手中 若是断了 那风筝必定是 凶多吉少啊 如今正当是放风筝的好时间 姑娘不如考虑考虑 要不要买一个呀 姑娘这是 阿沈 今日不买风筝 只买线 姑娘要何种线 若是 若是 女子有了身孕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试睡 乏力 胃口减退 距离上次月试过了一月有余 没错 肯定是 小念 在想什么 饭菜一口都没吃 夫君 我有身孕了 你有身孕了 你 你好像 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自然不是 我是有些突然 那你多吃点 那你多吃点 吃点突然的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怀孕了呢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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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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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叫别乱叫 叫的什么呀 你叫 优独 这大人是不是睡熟了 这暗号好像不好使了呀 什么时候见大人睡熟啊 不哭 别叫了 大人 大人 别吵心我夫人 三位客官好 我从北京而来 我的主人 让我给你带衣服 我从北京而来 我从北京而来 我的主人 让我给你带衣服 我从北京而来 去了 我从北京而来 我从北京而来 你去哪儿 要不要 现在到北京而来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从北京而来 你们去哪儿 那样 我从北京而来 到北京要走 若你去哪儿 我从北京要走 我从北京 北京也会 多足 你去哪儿 大人 您还未答应侯爷 护送质子入皇城 他此时送来玉佩 莫不是想拉拢您 跟他同意阵线 此事没那么简单 大人 谁啊 愿不你 大婊嫂 大婊嫂 闭嘴 谁是你婊嫂 有你们这样的表弟吗 大半夜的 带着我夫君上青楼 小念你误会了 我误会 我亲爱看着你们进去的 婊嫂 是 是我 我看上了宁香楼的一个姑娘 我想筹签为他赎身 表哥一直在劝我 说我为了家门 二表弟 你还在跟你大表哥打掩护是吧 他吃饭的时候眼神就不对 原来你们是 一起逛窑子 小念 你真的误会 你还想 小念 无良哥哥 你想尽一切办法 为阿谦筹签赎身 阿谦终于脱离苦海 无以为罢 唯有以身相许 自此以后 阿谦就是你的人了 我在巷口等你 无良兄 你真是 二表弟 宽外欣气宽外欣气啊 真是没想到哈 这还真是良情相悦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 陪这不是见影你钱了吗 二表弟 阿千姑娘都走远了 还不快追 无良兄 无良兄 真的假的呀 傅君 我又不知道 二表弟竟然会喜欢烟花女子 而且我跟你说了 我有身孕 你反应那么冷淡 半夜还去青楼那种地方 难免我会胡思乱想吗 是我不好 什么事情都瞒着你 下次出去多春点 夜里冷 嗯 吃得多春点 不然会动着孩子 明日还是去趟红油馆吧 最好再去确认一下 是否真的有了身孕 我自己的身体我很清楚的 无需再确认了 哦对了 你等我一下 你看看 好不好看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我还做了好多呢 等回头我都做完了 一一给你看 好吧 好 从左翼的情况来看 质子紫素深不可测 就连传信的丫鬟都如此机灵有城府 那个五岁的二皇子 那是他的对手啊 不对 大人若是拒绝了紫素 日后他夺得地位 怕是要报复大人哪 哪有那么简单啊 朝中官员都拥护二皇子 质子紫素此次归朝 人丹是孤可谓福祸难料 此次一送玉佩 二又派人解围 大人还真是身陷淋雨 骑虎难下啊 那大人这么难办的差事 您是接还是不解啊 大人 大人 此事我会再斟酌 你们先回去吧 近日去小心行事 诺 此事甚是棘手啊 吴良兄 阿姐是何时发现有喜的 有些日子了 那太好了 我们家以后可就热闹了 那当然 方主 您看看这个 我们就照着这个样子 给您肚子里的小主子 做小衣裳好不好 嗯 好啊 可以 阿姐 我虽然 不能给小侄子做衣裳 但我以后能带他玩 好 没问题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方主 物业给小宝宝想名字了吗 呀 这名字也该取了 丝 丝什么丝 人家姓燕 他得随他爹姓 好 丝月 爱一封难知 何故起风惹心事 你回眸几次 尽看痴 捧在手心的诗 寥寥草草几行字 寄风月 风却带不走 相思 不如不相识 何处烟花声歌 岂落无人知 沈阳几成无常 月淡着残随